猴童变成猫村 这大家都知道 不过这个故事是从六年前 简佩玲开始拿着相机 到猴童拍摄街猫 在部落格上以猫夫人的昵称 和网友分享猫照片和猴童的故事 才让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 北台湾小镇成为如今知名的观光景点 人称猫夫人的简佩玲 其实在小的时候非常怕猫 大学时代在水族馆打工 和猫有了第一次的接触 再加上和担任兽医的先生结婚之后 和猫结下了不解之缘 六年来 他每星期至少两次到猴童 带着饲料喂猫做医疗服务 而当地的店家也深受感动 纷纷加入爱猫的行列 简佩玲说这份工作 他要一直做下去 猴童车站附近是北台湾知名的观光景点 猫村 游客和猫咪的热情互动是稀松品尝的行列 他喜欢我耶 他专进去 你这样 村子里头的猫咪大小童吃也来者不拒 我想说他撞进去要干嘛 就是他想坐进去 六年前这里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镇 直到简佩玲拿起相机之后 桃子 桃子 猴童开始有了改变 我拿着相机到台湾各处去拍猫 然后来了之后就发现好像市外桃源一样 因为猫很多 然后这边的风景很漂亮 所以就让我花很多时间来这边跟猫打交道 跟居民做朋友 长期时间培养感情就是靠飼料 每次老就带飼料来喂他们 咪咪来 咪咪啊 妈咪在活到等你 对猴童的猫咪来说 人称猫夫人的简佩玲 就是他们的衣食父母 因为猫夫人来了 食物也跟着到 我这常常跟他们讲说我是去帮他们加菜 所以我的车子后面 常常放了一桶的饲料或是罐头 然后会一些药品 就常常开着车到处去 好像下乡去帮他们做巡回 就像看老朋友一样 在附近常住的猫咪 数量上看90 每只它都能叫得出名字 这一只叫那个有棚啊 因为上面有个叫有字 然后它叫有棚 居民很喜欢叫蝙蝠俠 你看它那个 不过它有一点点怕人 它并没有那么的亲人 鱼 鱼 鱼鱼 乖乖乖乖 它是现任的猫站长 鱼 鱼鱼来 鱼鱼它很乖 它很乖 鱼 鱼 鱼不要再睡了啦 起来 起来 鱼鱼 起来上班了 轻力的呼唤 是简佩玲对待所有猫咪的模式 鱼鱼鱼 鱼鱼 你都不起来 鱼鱼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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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這邊的居民變成朋友 然後也跟貓變成朋友 Hello 咪 六年前 喉童就是一個普通的小車站 有客熙熙落落 貓咪也不是主角 其實以前我來的時候 問牠們這邊是不是很多貓 沒有人說沒有啊 就這邊哪有貓 因為其實貓在牠們生活中 是可能就是 很不起眼的一個小動物 所以牠們可能也從不在乎 對貓的態度 可能牠們就是沒有互動嘛 所以不會有情感的聯繫 简佩玲是喉童店家 和貓咪族群的好朋友 也因為牠喜歡用貓咪的照片 在部落格分享心情 成了名副其實的貓夫人 我每次聽到我的腳步聲 或是塑膠袋的聲音 或是我講話的聲音 牠們就會跑出來 所以慢慢就覺得 自己在這邊好被牠們需要 就是很喜歡 然後就開始寫文章拍照片 其實简佩玲小時候非常怕貓 怕貓的原因是因為老人家 也不喜歡貓 所以常常跟我們講 貓有多可怕 多無情 然後會抓人 所以從小就對貓很排斥 甚至聽到貓叫聲我會發抖 大學時期在水族館打工 和貓有了第一次接觸 現在牠的家裡養了五隻貓咪 喵 牠希望其他的街貓 也能過著同樣健康舒服的日子 常常看家裡的貓都很健康啊 然後都吃得很好 怎麼跟外面的貓這樣一對比起來 我就覺得就是會很不捨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好像自己有能力的時候 就想要多買一點飼料 或是說隨身帶一些藥品在身上 貓從寵物成為生活伴侶 現在牠是姊佩玲的家人 從籠子裡面走出這個籠子外面 走入我們的生活之中的時候 你發現跟牠們互動變多了 其實我很想再養 可是我老公說 你再這樣養下去會無止境 因為我們接觸太多太多的貓 每一隻貓外面的貓都覺得牠很可憐 可是如果當這些貓都把它帶進來的時候 其實可能壓縮到其他貓的生活空間的時候 變成家裡的貓又可憐了 貓是喉童的天生明星 也是長期住民 山邊的小村落總是山藍陰暈 交通警告浩志寫著 經常有貓出沒請減速慢行 伴手裡也處處可以見到貓咪的肖像 阿伯儀你要去哪裡 大家要去上班了 大家去巡視一下 有精緻的貓跳台 也有人和貓可以並存並行的貓橋 現在活童的貓只但走路有轟 也被當地店家視為家人對待 剛開始就是會遠離 然後牠們過來過來 慢慢牠們都會過來啊 過來我就慢慢放飼料 放到最後牠們就會跟你接觸 那這幾年下來也因為貓的個性也轉變變很友善 那這邊的人其實也對貓越來越友善 也知道貓其實很可愛沒有那麼恐怖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店家的轉變 喉童車站裡有個很特別的貓值班站長室 看來貓咪也會自己畫地盤分管轄區 應該是說貓來選牠要當什麼職務 我們人類好像沒有辦法去干涉牠們的那個工作性質 所以這幾隻貓其實牠們原本可能就是在到處去巡邏 然後牠們發現火車站好像是牠們還不錯的據點 有幾隻特定的貓牠就會選擇在火車站長期的停留 那這些喜歡在這邊工作的這些貓就變成是 牠們就變成是一個站長或是值班人員 火車帶來人潮 這是當初單純拍攝貓照片的解配鈴 沒想過的深遠影響力 我覺得台灣人很可愛也很熱情 然後也很友善 這是我在拿相機拍照之前我所感受不到的 不斷地把貓跟台灣的戰利文化結合起來 然後讓台灣人自己能夠看清楚 台灣是個報道 喉童的經驗可能無法複製 但這樣的精神卻可以不斷傳遞和蔓延 我想很多地方都可以像喉童一樣 牠被關心牠有這麼多資源進入 然後利用貓來發現喉童的另外一種美 所以我想我的影像就像一顆小小的種子 如果更多人來參與 我想台灣一定會更好可以讓更多人知道的 牠是愛貓人士 但貓夫人這個稱謂有光環也有責任要扛 我覺得我在堅持我做對的事情 那這路程中一定很多人可能會不認同 那不管是愛貓或不愛貓的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那我想還是以尊重啦 養貓二十多年的歲月 從買到認養 簡佩玲本著初衷一路走到現在 她的內心非常歡喜 很多人對可能關心某些議題的時候 一定會像我一樣遭到不一樣的聲音的攻擊 唉我覺得還是回到我最初的初衷就是想要幫助這些小孩子 然後想要幫這些社區能夠用自己的一份力量讓他們的環境能夠改善 而始終展開雙臂 熱情擁抱貓咪 對貓的喜愛是在自然不過的事情 我們不會強 從來不強迫人家要跟我一樣喜歡貓 因為常常人家會覺得我是瘋子 為了這些貓然後投入這麼多的心力 但是我老公常說一句話 然後他說我一個傻瓜 然後帶你們那麼多傻瓜在這個地方做事情 然後被人家罵還是一頭熱還是在做 但是就是覺得看到好小孩健康其實就很開心了啦 對 但是會多幾個傻瓜我覺得又何妨 每天和貓咪生活在一起 不管是家貓還是喉童的街貓 看著牠們健康的過日子 就是簡佩林最大的幸福